今天小天才是想說說漫畫家 台灣有一個很著名的繪本作家叫做幾米 他在香港都大受歡迎 特別是他的向左走向右走已經拍成了電影 另外地下鐵也會拍攝電影 其實幾米在2001年開始出版他的繪本作品 到現在已經是一段很長的時間 另外香港本地都有一位已故的漫畫家叫做阿松 他的水墨畫也很受到成年人或者中學生的喜歡 他的從話從說 甜的吃虎 虎的也吃 都成為了一些中學生最佳的好書 很多人都認為阿松的作品雖然構圖簡單 但是都充滿了哲理 處處都展現了生活裏面的一些智慧 這些都是我們平時很少忽略的一些生活態度 漫畫為主的作品是好的 因為文字較小 插圖精美 能夠容易吸引小學生和中學生 這些作品如果是內容健康 主題清晰的 其實都是應該鼓勵小朋友和年青人 去閱讀多些 因為除了文字之外 圖像也越來越重要 我們不妨可以多看一些漫畫 繪本 或者水墨畫 其實我們不用太執著 一定要讀書 讀漫畫都會有幫助 今天我講了幾米和阿松的故事